时尚最憋屈 王子拥有九国继承权 儿子头都秃了还没登上 王内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朝代 每个朝代都独树一帜 这些朝代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对无古代的那些朝代来说 皇帝是必不可少的 皇帝是一个国家的统领 地位十分的尊崇 虽然到了现代 我们国家不再拥有皇帝了 可是对无西方的某些国家来说 他们仍然保留了君主 立宪制度 而今天小编想 给大家说的就是英国 提到英国 大家可能就会与英国的女王联系起来 英国县再为止 还是实行驻军主立县制度 今天小编想给大家介绍 但是英国的一位王子查尔斯 他拥有许多国家的继承权 可是他儿子的头发都脱了 他仍然没有做上王位 这个王子就是查尔斯王子 查尔斯王子在众多王室成员中十分出众 而且他拥有九个国家的继承权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英国的历史上 维了维护自己国家的权力 或者想与邻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 经常会采取联姻的方式 久而久之到了查尔斯王子的时候 查尔斯王子身上已经有了九个国家的继承权了 当然了 他只是王位的候选人 他并没有当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 现在英国的女王是伊丽莎白二世 虽然伊丽莎白二世现在年纪大了 但是她仍然风韵游赞 身体硬朗经常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 由此可以看出她身体康健 虽然英国保留了君主立宪制度 可是君主的权力却受到了限制 她只能享受贵族所享受的一切 但是却不能够拥有掌控国家的权力 在许多大事之上 都是靠那些大臣们商量决定的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伊丽莎白二世的身体十分的硬朗 在王位的日子还会持续很久 除非伊丽莎白病危 或者是她主动放弃王位 不择查 尔斯王子仍然要继续她的老本行 等待王位 虽然女王一直健在 但是查尔斯也不会放弃 她王位候选人的身份 在此期间 查尔斯王子的儿子已经长大 甚至娶妻生子了 就前些日子的报道来看 威廉王子的头发都已经开始秃了 民众们也经常调笑查 尔斯王子说 查尔斯王子估计是等不到王位了 他的儿子头发都凸了 他这个准王位继承人 仍然没有继承上王位 因此 查尔斯王子可以说 是历史上最憋屈的王子了 他对王位的等待 还要继续持续下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冷 由他真正的继承王位 而查尔斯王子的儿子威 连王子也是王位的候选人之一 那么最终的王位究竟会花落谁家呢 查尔斯何时才能继承王位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